瞬間滑落 土石流請借而下 所信所有的瑞均已經全數撤離 大量土石從民宅上方滾落 看起來觸目驚心 這是新一區土石流及山坡地老舊聚落 疏散撤離演練 特別選擇在全區唯一有兩條 且是溪流的泰克里舉辦 希望透過實際演練 強化各單位的救災能力 並建立民眾仿在觀念 避震的演習內容 在花蓮大地震發生後特別有疑義 新一區唯一有被列管的 就是在我們泰河裡這邊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會在泰河裡這邊 舉辦這個土石流的演練 那這一次因為大地震之後 其實這個地質上面看起來 似乎可能比較脆弱 所以我們今年度 當然就更加的重視這樣的一個演習 那因應這幾年極端氣候 其實只要一下大雨 我們就常會碰到 可能有很多地下室就突然之間淹水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防災演練裡面 也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次有特別展示我們的防水閘門 然後甚至還有新式的防水閘門 我們也在這邊演示給大家看 那我們這個演練的目的 其實就是希望說 讓我們的這個李林應變小組 剛剛也看得到我們在地泰河裡 動員了非常多他們李林應變小組 共同來參演 就是希望我們李林應變小組 能夠對這個整個疏散撤離的過程 都要非常的熟悉 能夠用不到當然是最好 但是一定要鮮熟於心 讓我們大家碰到這個緊急狀況的時候 可以臨危不亂 組織李類志工進行災前居民 蘇散安置等作業演練 泰河里長林正義說 李類有多處臨近三邊的房屋 被列為保全住戶就有100多戶 因此這樣的防災演練 對當地李林來說更顯重要 兩條前世西流 如果像我們平時我們都有在 在演練的話 如果真的到災害發生的時候 就會減輕很多的災害 對 那今年演練的重點大概是在哪些地方 就在我們靠山邊的 怕有土石流發生 對 我們這等於是防災重於救災 西區各里里長也出席這場防災疏散演練 認真的觀摩 推動任性社區獲得多次獎項的 松光里里長蔡芙萊 就非常肯定這項做法 不管是土石流或者是天災 颱風 地震 我們都可以很有任性的去發揮 我們的一個自救的能力 然後呢 我們每年會來參加這個 泰河里的土石流演變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展現 就是不斷的充實自己 以及磨練 以及也學習別人的防災 在整個任性收容的一些方法 除了強化工部門防災救災能力 結合民間資源也是重點 西區公所及泰河里 就與地方經營50年的 萬順商店簽約合作 商店是在地經營50年的找貨店 那就是能夠為領領 盡一份心力的話 我們也很榮幸 那大概我們會怎麼樣去跟 這個領領做一個合作來做混淆 原則我們就是配合里長這邊 如果說有什麼一些訊息 什麼的 我們就是會配合發放 面對極端氣候平民發生 西區公所翻面期盼 落實事前的防災演練 當災害來臨時 才能做好相關工作 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張啟騰 太北報導 好 我們每個讚 我們都要聽說 一分辨大 好看 我也要聽說